虽然Edge已经很棒了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我还在使用Chrome作为主力浏览器 作为一个喜欢极简的人 我最常用的五个扩展分别是 Infinity新标签页 Add Block Plus FireShort Clip to OneNote 和快捷扩展管理 Infinity和别的主页不一样的是 它不仅设计颜值很高 而且方方面面考虑到了高效 点击新标签页 它就会自动挑出 Infinity集合了主要的搜索引擎 以及网页 图片 新闻 视频 地图等选择项 下方的标签页 可以通过拖拽更改排序 单击右键进行编辑 除了选择常用的 还可以自定义 在右侧搜索常用的标签 比如搜索TopBook 即可轻松添加标签页 更棒的是 Infinity不仅把 颜值做得很高 在设置里还支持各种细节的自定义 包括常规设置 外观设置 壁纸选择等自定义项目 如果你登录了Infinity 还可以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等功能 我不讨厌广告 但我讨厌繁杂的广告页面 一旦遇到充实着各种广告的网页 我就会使用Adblock Plus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在设置里打开拦截开关 一键拦截网页广告 如果这还不够 那就手动在你需要屏蔽的广告上右键 选择拦截元素即可屏蔽广告 真正做到想屏蔽哪里就屏蔽哪里 作为一个编辑我经常需要截图 在尝试过各个插件之后 还是Fireshot最得我心 Fireshot提供了三种截图选项 你可以点击捕捉整个页面 即可自动截取当前网页全页面 选择捕捉可见部分 即可截取当前屏幕显示内容 而在捕捉选定区域里 你可以选择截取特定区域 或者通过拖动选择框 截取长截图 值得一提的是Fireshot 甚至还能截图保存为PDF格式 对于OneNote用户来说 这个插件可是必备利器 启用Clip to OneNote小工具 你就可以选择整个页面 或者部分内容 快速剪辑的OneNote 留待稍后使用 同时你还可以将整篇文章导入OneNote 并且保持原有文章的篇章结构 如此高效的神器 所以让你深刻体验到 文章收藏和阅读的快感 我用的浏览器扩展不多 但不代表装的不多 油猴插件 喵喵折 购物档 截图工具 广告屏蔽器 这么多扩展 如何管理 那就要用到快捷扩展管理了 扩展管理提供了 扩展的一键开启和关闭功能 大大提升了用户的扩展体验 与此同时 点击更多 还能直接进入扩展程序设计页面 方便快速管理 最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TopBook 扩展回复Chrome 查看和下载更多我们推荐过的高效扩展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1000支高效技能视频